升級卵證 其實大市都不算很弱 都曾經試過一晚九千七 其實今個星期的特點 就是一些二三線類別的股份 其實是跑贏一些指送權重股 例如見到二三八二 其實靜靜地已經在破前頂 但其實見到MACD在階段二度 也有一個明顯的拉闊跡象 也都破了保力加通道的頂部 我覺得不妨趁著市場轉好一點 可以下一點衍生工具好倉 嘗試搏去上升速度加速 其實現在剛好在破前頂的位置 10月份的高位就在大概64元附近 現在都63元 如果破到64元 其實回看上去下一個阻力位已經到71元 都在說差不多有10%的上網空間 當然啦 紫舌位就相對都要買回軟 所以買入價就要在這兩個位的中間 取平衡可能大概61元左右 就看看會不會買到 下面的話 紫舌空間大概是3元左右 上面就可能都有6元的上網空間 所以大家不妨就留意下 廣告上個星期在19時附近找到支持之後 星期五繼續在10天線附近整固 暫時未說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至於板塊方面 Alan所提到的手機板塊 可以說是近日比較強勢 明顯是跑贏大試 如果看回順語光學的表現 上個星期五更加想挑戰近排的高位 曾經一度高見64.65元的位置 如果大家都跟Alan一樣 想繼續看好順語光學的話 和想後位部署 都可以留意我們星展的2382 column選擇 27393 27393這隻順語光學的Column 行使價是72.2 都其日去到明年4月尾 實際槓桿比到4倍流上 特別之處 這隻換股比率是10對1的選擇 好處走起來會敏感些 唯獨是看起來 鱗架就會相對大顆 上個星期收市時都做7毫多指 如果大家想後位部署 假設2382去到參考價61.5元的話 這隻27393的Column 對應鱗價就大概6毫4千半左右 如果2382有機會去到上升參考價71元 假設人生波幅不變 並且扣除一個星期的時間值 27393對應鱗價就有機會可以升到過一 相對上潛在升幅都可以去到七成